这个嚣张到不行的混混 怎么都不会想到 他马上就要大火临头 因为被打青年的朋友 已经走进台球室准备帮忙 可这时的混混完全没感知到危险降临 甚至将其中一人打倒后 还想对第二个人动手 但对方可不是软狮子 一脚将混混踢飞 接着就是一套组合拳 原来这三人其实是早有预谋 今天就是想要这个混混的命 阿聪负责将混混按住 阿泽则负责拿刀驱砍 阿泽一咬牙 闭眼砍了过去 但被混混突然躲开 有了这一次尝试 阿泽也有了血血 直接一刀劈了过去 瞬间让混混挂了踩 其余两人也拔出砍刀 和混混厮杀起来 几人一路搏杀 有屋内打到了屋外 最后在街上拦住了混混 将其乱刀砍死 金仔姗姗来迟 本想趁机补上一刀 报了刚才的仇 可他还是因为胆气 最终没有下手 眼见混混的小弟们杀了过来 三人只能赶紧撤退 最后他们在马路上 抢了一辆车 这才摆脱了追上 虽然任务顺利完成 可三人还是心有余悸 直到一只香烟尽嘴 才终于平复下来 你不吃了瓜 哪呢 就像阿泽说的一样 因为三兄弟出色地 完成了任务 他们很快得到了 红邦老大佑哥的赏识 拜过门就没该给你骨骼仔 从这天之后 三人也正式来到了红邦 参加了入门仪式 拜过关公 煞血为盟 从此便要一辈子效忠红门 而在他们入门之后 佑哥给了他们很多历练机会 没过多久就在道上杀出了一片天 红门也在三兄弟的助力下 一天天兴盛起来 很快到了举办长红宴的日子 按照惯例所有社团 都要去抢墙上的那条长红 所有老大都希望能将长红拿到手 为社团争一争面子 不过 佑哥看着其他人争先恐后叫价 确实迟迟没有下手 毕竟这些人都是前夕而已 直到叫价到了18万 他才终于叫价 佑哥出28万 28万已经破了长红叫价的记录 不难看出鸿门如今的势头有多壮大 可没想到意外很快就来了 在大会结束之后 佑哥喝得烂醉 被佑嫂牵着往外走 可没想到 两人刚刚出门 佑哥就被一辆车迎面撞到 接着车上冲下来两个刀手 追着佑哥就看 再看车上的司机 竟然是三兄弟中的阿聪 原来阿聪今天并没有来参加大会 他为了补贴家用 经常会去外面接一些开车的私活 今天他也照常接活 对方说这次的单子很容易做 而且做完就给三万块 阿聪便没戏问就接下来 谁知道这些人竟是想去杀自己老大 阿聪本不愿意照做 谁知对方竟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无奈之下 阿聪只能照办 开车撞倒了佑哥 可当他看到佑哥被砍成肿伤 他顿时慌了身 直接开着车子跑路 赶来救人的阿泽看到这一幕 带着金仔追了过去 但他也没想到 面前的这个凶手竟是阿聪 我不知道 我老是抽属拿车 阿泽本想领着阿聪回去认罪 可阿聪知道一旦回了社团 他必死无疑 所以不断恳求阿泽放过他 此时金仔也赶了过来 在了解来龙去脉后 他震惊之余 更是坚持要将阿聪带回去府房 你知我们放他 我们都很大事的 道理阿泽都懂 但这毕竟是自己多年的兄弟 阿泽还是被情感占据了理智 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塞给了阿聪 我信你 走 就这样阿聪带着钱跑路 阿泽则将其他的小弟红子 金仔虽不理解阿泽的做法 但也选择了保持沉默 一晃几年过去 又哥因为那天的被刺事件 双腿完全瘫痪 如今只能靠轮椅代步 没了双腿以后 他对自己也没了信心 连人都不愿意接 所以几乎把社团事务 都交给了阿泽来管 而在最近阿泽接到了一个生意 有一个姓正的老板 想对一处老楼进行收楼重建 但是在老楼里还有几个钉子户 迟迟不肯搬走 所以想委托阿泽想点办法 把这些人赶走 你想我怎么做 你是专家来的嘛 怎么做当然是你划事的 曾老板给出的价格很诱人 阿泽自然不会拒绝 当天就派小弟去进行收楼工作 可他没想到的是 在这些钉子户当中 竟然有一个他从未想过再见的人 正是早就跑路的阿聪 许多年未见 阿泽将阿聪带到没人的地方说谎 原来这些年 阿聪带着妻子躲过了不少地方 但始终都没能安家 还要处处受人白眼 可现在妻子怀了孕 阿聪希望他能安心待产 所以即便知道香港是最危险 最不能回的地方 可至少在这里 他们不会因为身份被人歧视 阿泽的话让阿聪十分感动 但他明白自己只会给阿泽添麻烦 所以临走之前还是嘱咐他 以后都不要再见面了 可这时的兄弟俩怎么都不会想到 他们的麻烦很快就要来了 男人饮下最后一杯酒 随后将自己死死捆在了轮椅上 面对着前方的泳池 他毫无剧色 依然居然滑了进去 他以为自己此举无人察觉 殊不知屋内的妻子一直都在装睡 他默默流着眼泪 却没有选择阻止丈夫 因为他明白如果丈夫活在世上 要彼此还痛苦 有个曾是红邦有名的大佬 在道上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可在几年前他遭人暗害 落得只能靠轮椅度日的下场 担心自己遭人嘲笑 他尽量避免与人相见 直到这一次 曾经的老友盛情邀请右哥参加孙子的白天夜 他实在拒绝不掉 就硬着头皮参加 可当朋友将孙子抱过来以后 右哥的笑容就僵在了脸上 因为他看见妻子抱着婴儿时的笑容 知道妻子一直想要孩子 可他现在已经无法满足妻子的愿望 此时老朋友在台上讲话 感谢各位亲朋赏面赋言 还特别邀请右哥上前讲话 右哥推辞不掉 只能推着轮椅上前 可只凭他一个人的力量 想将轮椅挪到讲台上还是十分困难 最后竟是直接滑了下去 成功了 右哥坚持要自己上台 最后使出全身的力量 才终于将轮椅挪了上去 可即便上去了 他也是满脸苦涩 回家之后 右嫂告诉右哥他安排了一个医生 还安慰他能自己上台非常厉害 之后他更是将妻子手中的水盆打掉 还表明自己没法满足妻子的愿望 让他趁年轻再去组建一个新的家庭 右哥知道只要他还在一天 右嫂就会被永远舒服在自己身边 所以为了不拖累右嫂 他便按做好了离开的打算 不过在此之前 他找到了他最信任的阿泽 嘱咐他替自己照顾好妻子 放心吧 一定会 等到一切安排好以后 右哥便趁着妻子赎睡时 选择了投壶自尽 很快 右哥的葬礼就举办完毕 在阿泽和金仔上相识 右嫂才终于提起 当年阿聪陷害右哥的事 事实上 右哥虽然想不通 但他早就放下戒指 还在临终前嘱咐过阿泽和金仔 如果看到阿聪就放过他 只是右嫂始终都放不下 而听见这句话 阿泽立马便担忧起来 因为只有他知道 阿聪现在就在香港 这天 阿聪照常在各个维修厂做工 可在拿到钱之后 却发现数目不对 阿聪不想惹是生非 没有继续纠缠扭头离开 没想到对方竟然变本加厉 话越说越难听 妻子和孩子是阿聪的底线 这下可是彻底把他惹毛了 转头回来就给男一顿报答 但对方人手众多 阿聪根本不是对手 此时有一辆车开了过来 下来的正是金仔 本来小弟们教训不懂事的人也是常识 可金仔在看清被打的人之后 立马就给了小弟一巴掌 陆上 金仔给阿聪说明了这几年的情况 还将他带到了佑哥的刊位前祭拜 同一时间 阿泽也闻讯赶了过来 事实上 阿泽确实是有意不告诉金仔 因为最近几年金仔得失之后 人就越来越飘 甚至还不顾社团利益 接一些违法的私货 早就让阿泽对他没了信任 可他也不好将话说得太敏感 看两人有吵起来的意思 阿聪赶紧表示 他不想给兄弟人麻烦 可这话让金仔吃这一笔 阿宋没说过放过你 可说完这句话 金仔似乎冷静了下来 嘱咐阿聪小心行事 本以为金仔此举是想帮助昔日的兄弟 却不料他早就自己的小算盘 于是在离开之后 他便找到了郑老板 提出想替代阿泽 完成这次收楼任务 郑老板自然不会这么快相信金仔 他叫金仔陪自己去喝杯茶 以此来考察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值得托付 虽然嘴上知道埋怨的金仔 可实际郑老板的心理 早就乐开了花 他假意让严老板休息一会儿 还特意强调让他好好考虑 务必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下次我都不敢来见你 我只是叫金仔来见你 事已至此 严老板就算不乐意 也只能答应郑老板的要求 这次事情完成得很利用 郑老板对金仔十分赏识 于是他便也答应金仔的条件 将收楼的事情 全权交由金仔管理 很快 金仔就带了一大帮小弟 气势汹汹地来到老楼 他们不是颇油漆就是锁门 打算用最伶俐的手段 将这些钉子虎赶走 一时间 老楼内就被闹得不得安生 而住在这里的阿聪老婆阿月 也听见了门外的动静 打电话通知阿聪回来 阿聪接到电话 立马加快步伐往家赶 只可惜此时混混已经 破开阿聪家的大门 他们将阿月无情拖了出来 又狠狠摔在地上 临近产气的阿月很快 就感觉肚子传来巨头 鲜血流了一滴 而此时的阿聪却被混混们拦在外面 没法第一时间赶回家里 直到警察赶到了现场 将混混们禁数带走 阿聪才算捡回了一条命 可他自己也被带回警局接受调查 看见这一幕 金仔满意的笑了 紧接着就把阿聪回港的消息 通知给了又嫂 又嫂质问阿泽 为什么不把见过阿聪的消息上报社团 同时让他给出处理办法 在又嫂的逼迫下 阿泽只能答应在一天内 将阿聪带回社团 说完这些 又嫂就离开了 阿泽自然也明白 一切都是金仔在搞鬼 可直到这时金仔 仍旧认为自己没有做错 我收留有错吗 阿泽知道和金仔 已经没有了商量的余地 现在的他 保了兄弟就得背叛社团 终于社团就得背叛兄弟 他一时陷入两难之中 而此时的阿聪 已经将妻子送进医院 医生告诉他 大人和孩子只能选择一个 阿聪当然优先选择自己的老婆 可这个结果也让他十分痛苦 阿泽本想安慰两句 不料阿聪竟然将阿泽甩开 阿聪没想到昔日兄弟会背叛自己 失望的说不出话 可现在他的当务之急 事先保住自己的命 阿泽劝他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阿聪也接受了这个提议 他将妻子托付给阿泽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医院 可令人意外的是 阿聪并没有离开香港 而是静止闯入了金仔的地盘 在里面大闹了一场 虽然许久没在道上混过 可他的身手丝毫不减当年 只是双拳难敌四手 阿聪被人偷袭啊了好几刀 可他拼着一口气 解决了所有的小喽喽 杀到了金仔面前 金仔还想说些什么 不料阿聪突然冲上前 死死掐住了金仔的脖子 可他没有注意到 金仔正悄悄去摸藏在桌下的刀 结果他一个疏忽 就被金仔砍中了脖子 当场咽了气 看到自己真的杀了兄弟 阿聪一时间闪过一丝悔恨 可冷静下来后 他又恢复了理智 打电话通知右嫂 阿聪被杀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阿泽这里 几乎在一瞬间 他便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将金仔除掉 彼时金仔正在参加长红宴 阿泽静止走到他的面前 搞定他 见金仔想要溜走 阿泽将小喽喽交给小弟们处理 他则提着砍刀 紧紧跟在了金仔身后 有事也就会走 停了这话 金仔终于停下了脚步 金仔也不跟阿泽客气 直接拿过刀子架在阿泽脖子上 当天是阿聪先用刀子架着他 他被逼无奈才下手反击 他不明白为什么反倒变成自己错了 这番话彻底激怒了金仔 他下手砍伤了阿泽 说出了心里的委屈 这些年 阿泽只拿阿聪当兄弟 却拿自己当跟班 阿泽知道金仔已经无药可教了 强撑着身体打了他一巴掌 话音刚落 金仔又一次刺杀阿泽 顿时让阿泽没了力气 坦坐在地上 可就在金仔想要离开时 阿泽突然报警 拔出身上的刀子砍中金仔 此时不远处传了警笛声 阿泽刚要动手 就被身后的警察开枪击中 此刻的阿泽再也没了力气 刀在了地上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2023年上映的电影《扎之2》 《江湖没落》 由黄宗泽 张继聪和陈家乐主演 说实话看完这部电影 就好像看完了《古惑仔》 和《蝶雪街头的劣质混合版》 主线其实是讲兄弟情 可全片却把大量的镜头 用来叙述了一些不重要的东西 想到蝶雪街头里 张绣为了给梁朝伟凑酒席钱 被混混抱了头 也强忍着疼痛不说 而《扎之2》里 则省掉了这些细节 用一串慢镜头来讲 兄弟感情有多深 让人完全没有带入感 甚至觉得他们后面反目 都很莫名其妙 即便是不比这些经典之作 比起前作《扎之1》 也是还差着一大件 用虎头设委来描述最为恰当 全片最好看的除了宣传片 就是开头那段台球式的打斗 其他的都是流水账 所以想看这部片子的朋友 还是看看解说就好了 原片真的不太推荐 好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